台中市政府18号举行捷运工程局筹备处揭幕仪式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地立临 他表示台中人口数已经跃居台湾的第二大直辖市 捷运工程更显得重要 因此将积极和台北市合作 提升台中捷运建设效率还有品质 并且预告第二条捷运蓝线将会在明年正式开工 请接台 所以台中市第二条捷运新建在即 绿线的南北延伸以及局限进度紧追在后 台中市政府因此成立捷运工程局筹备处 要替后续组织升级做准备 时报后举行揭牌仪式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地到场 更预告未来30年是台中捷运新建的高峰期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捷运 那过去这条捷运绿线是委托台北市政府新建 可是未来我们有这么多的线 除了现有的绿线要延伸到大坑彰化以外 那我们明年要开工的是蓝线 那另外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我们绿线的延伸工程 那又包括我们还有橘线 还有这个紫线 还有黄线 所以台中第一条捷运绿线通车上路 第二条捷运蓝线也准备进入工程阶段 预计明年正式开工 我们也编列大量的预算 譬如说明年我们的捷运蓝线就编了88亿 包括征收包括前置的工程要开工等等 那所以呢如果等这些都到位的话 那我们捷运工程局会成立 卢秀燕也在揭幕仪式结束后 发送一份份热腾腾的鸡排一家可乐 为了卖力工作的捷运团队 活动上也特别预告 本月21号台中市将和台北市签署MOU合作意向书 将透过台北市在捷运领域的丰富经验 技术传承以及资源和人力交流 进一步协助台中捷运建设 提升工程效率和品质 打造出共好共融的大众运输环境 接下令韩谢龙镇台中找不到